传道书 第八章 谁如智慧人呢? 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 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 改变他脸上暴力之气 我劝你 因神誓言的缘故 当遵守王的命令 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 不要固执行恶 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心意而行 王的话本有权利 谁能对他说 你在做什么 凡遵守命令的 必不经历祸患 智慧人的心 知道适当的时机 和必经的过程 各样事物都有时机和过程 但仍有苦难重压在身 他不知道将来的事 其实将来如何 谁能告诉他呢? 没有人能掌握生命 将生命留住 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 这场征战无人能免 邪恶也不能救那行邪恶的人 这一切我都见过 我专心考察日光之下 所发生的一切事 有时这人管辖那人 令他受害 我见恶人被埋葬 从前他们进出圣地 他们在城中的作为被人忘记 这也是虚空 判罪之后 不立刻执行 所以世人满怀作恶的心思 罪人虽然作恶百次 倒想长寿 然而我也知道 福乐必临到敬畏神的人 就是在他面前心存敬畏的人 恶人却不得福乐 他的日子好像瘾儿不得长久 因为他不敬畏神 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 就是义人所遭遇的 反而照恶人所做的 恶人所遭遇的 反而照义人所做的 我说 这也是虚空 我就称赞快乐 原来人在日光之下 最大的福气 莫过于吃喝快乐 他在日光之下 神赐他一生的日子 要从劳碌中享受所得 我专心想要明白智慧 要观看世上所发生的事 有人昼夜 不得合眼睡觉 我观看神一切的作为 知道人不能探求 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 任凭他费多少力探索 都找不出来 智慧人虽说他明白 仍不能找出来 仍不能找出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